父亲是皇帝,母亲是皇贵妃,公公是大学士,丈夫是兵部尚书,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,这样的女子应该无人不羡慕吧。 她就是夏紫薇的原型和朔和家公主,九十年代末,一波环珠格格,带我们走进了乾隆朝的后宫,认识了乾隆皇帝,遗留在民间的残害遗住夏紫薇,在狱中,夏紫薇是民间女子夏宇和,与乾隆皇帝所生之女。 夏宇和临终先主妇女儿带着信物去京城与乾隆帝相认,紫薇到了京城后,入宫无门,走投无路时,遇见了女妃对小燕子。 二人情后一和,很快解败为姐妹,紫薇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小燕子。 小燕子为了帮助紫薇,自己冒险想混入了皇宫,结果因查阳错被乾隆错认为是夏宇和的女儿,还被封为团主格格。 后来,在她和武阿哥勇气,御前侍卫、福尔康一家的努力下,终于将紫薇送进了宫,并与乾隆相认。 这部剧所讲述的故事太精彩了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十句今日,依然难以忘怀。 那么在历史上,乾隆皇帝究竟有没有与民间女子生下一个女儿,我们不得而知。 但是在史料中,我们找到了紫薇格格的历史原型。 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和朔和家公主,和朔和家公主是乾隆皇帝的阿帝斯哥女儿,她并非出生在民间,而是生在皇宫。 她的母亲也并非无名无分的年女,而是乾隆帝的第三位贵妃,成为皇贵妃苏氏。 苏氏的出身不算高,在雍正年间,她以释怯的身份,嫁入四八个弘历的府邸,生下皇三次永章。 红礼登基后,苏氏先是被封为贫,后又被封妃。 乾隆八年生下皇六次永荣后,被敬为纯贵妃。 乾隆十年,又生下皇四女和朔和家公主,因而敬为皇贵妃。 和朔和家公主出生时,手指尖有土相连,很像佛首,因此民间称她为佛首公主。 和朔和家公主生得乾隆帝的宠爱,在为她指婚时,乾隆帝因为舍不得她,所以没有把她远嫁到蒙古,而是将她指给了大学士附层的赐次弗龙安。 弗龙安是乾隆皇帝最为器用的御前侍卫,即还诸葛德福尔康的原型。